大家好,昨天下了直播之后呢,自己干活又干到了三点钟 在睡觉之前呢,给浙缸鱼做了高磨酸钾的药育 浓度呢,参考这个浓度就可以,这个颜色 我采用的是低浓度,长时间的泡 就是用咱们晚上睡觉的时间给予治病 早上起来大概经过七八个小时呢,状态就非常棒 注意,浓度千万别下多了,千万别下多了 咱们看一下下个视频 好了,这是早上经过八个小时的视频 可以看到高磨酸钾的颜色呢,已经消失殆尽 没有了,然后鱼的状态已经非常棒 它的高磨酸钾呢,是氧化剂 被灯光和过滤都给吸收了 在大伙做简易的时候,可以一个礼拜做一次 利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次 您肯少下,别多下 我是一个养鱼十几年的老板家 每天晚上八点半,给你分享养鱼经验